你知道第一位提出正确洗手观念的医师是谁吗 赶快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读书告诉你 青春爱读书带你阅读全世界 在生活之中是不是有一种无力感 就是明明知道自己是对的 但是却没有办法说服别人 接受你的想法呢 实际上这样子的例子 不仅仅在我们的日常之中 让你回推在历史里面 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们先把故事拉回到19世纪的维也纳 你现在看到的这张图 是维也纳当时最大的医院 它叫做维也纳综合医院 而维也纳的综合医院 也被认为是19世纪的时候 中欧最主要的研究 跟医学机构 那么在这里呢 一个非常特别的 它有两间产房 是妇产科的生产产房 有一间推进去 它的死亡率接近50% 可是呢 有另外一间产房 它的死亡率只有2%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孕妇来到了 这个维也纳的综合医院的时候 然后尤其在这个产房 外面等的时候 他们都祈祷不要被送进去 不要被送进去 那个死亡率高的一号产房 就非常特别的是 在当时呢 为什么会有这两个这么高的 这个死亡率的差别呢 我们要回到19世纪的时候 医学史上的一个特别的现象 当时因为它是教学医院 所以医生呢 都是在解剖大体 在教课 那么他们常常呢 在解剖完大体之后 就急忙地被抠到产房去 帮孕妇来接身 而当时来孕妇 来接身的这些医生们 都没有洗手 他们认为医生的手 就是干净的 绅士的手是不会被弄脏的 而且呢 医师以身上白袍上面的血迹为荣 但是有一位医生 他发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 他是来自于匈牙利的塞麦尔维茲 塞麦尔维茲发现呢 当医生他在处理完大体之后 手都没有洗 然后进到产房 然后这些孕妇呢 还有婴儿的死亡率相当地高 于是塞麦尔维茲呢 就在医院里面 推行一个重要的运动 也就是洗手运动 他希望每一个医师 在上产房之前呢 一定要先洗手 但是先洗手这件事情 就抵触了当时最主要的医学概念 因为我们了解 在西方的医学发展里面呢 有所谓的体意论 身体里面有风火水土 四种不同的元素 而每一个人生病 是因为自己体内的元素不均匀 所以当医师提出来洗手的概念的时候 就抵触了传统医学 正因为如此 当时维也纳的学界 乃至于全世界的医学界 都反对塞麦尔维茲讲的 要洗手的观念 所以洗手的观念呢 后来就被摒弃了 尤其是塞麦尔维茲 被认为是精神失常 所以后来他被送到精神病院里面 双手绑起来 然后天天被毒打 两个礼拜之后 他就过世了 但是非常讽刺的是 当他过世完没多久之后 另外一位法国的生理学家 他的名字叫巴斯德 巴斯德就将塞麦尔维茲的想法 继续去研究 用更审慎的态度来发表 他发现原来在经过大体解剖 然后来到了产房 医师的手上布满了细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塞麦尔维茲他没有办法说服别人 他知道他是对的 但是他没有证据也没有理由 没有明确的东西来说服大家他是对的 巴斯德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证据 来告诉大家 洗手是有根据的 也正因为如此 我就想到了卡尔萨根所说的 不同凡响的结论 必须要提出不平凡的证据 那这也就是我们在梳理里面要来做的 当我们拥有不平凡的证据 正确的思维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样来说服其他人呢 到不了的远方就透过阅读来达成吧 下期就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读书陪你阅读全世界 下期就按订阅读全世界